2.撞球 推开丁怡那套崭新的三居室的房门,汪淼闻到了一股酒味。 看到丁怡躺在沙发上,电视开着,他的双眼却望着天花板。 汪淼四下打量了一下,看到房间还没怎么装修,也没什么家具和陈设。 宽大的客厅显得很空,最显眼的是客厅一角摆放的一张撞球台。 对汪淼的不请自来,丁怡倒没表示反感,他显然也想找人说话。 这套房子是三个月前买的,丁怡说,我买房子干什么,难道他真的会走进家庭? 他带着醉意笑着摇摇头,你们,汪淼想知道阳东生活中的一切,但又不知该如何问。 他像一颗星星,总是那么遥远,照到我身上的光也总是冷的。 丁怡走到窗前看着夜空,像在寻找那颗已逝去的星辰。 汪淼也沉默下来。 很奇怪,他线下就是想听一听他的声音,一年前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刻, 他同他对视的那一瞬间没有说话,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。 丁怡一挥手,像要赶走什么,将自己从这哀晚的思绪中解脱出来。 汪教授,你是对的,别跟军方和警方纠缠到一块,那是一群自以为是的白痴。 那些物理学家的自杀与科学边界没有关系,我对他们解释过,可解释不清。 他们好像也做过一些调查。 是,而且这种调查还是全球范围的, 那他们也应该知道,其中的两人与科学边界没有任何来往,包括阳东。 丁怡说出这个名字时,显得很吃力。 丁怡,你知道,我线下也卷进这件事里了, 所以关于使阳东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,我很想知道,我想你一定知道一些。 汪淼笨拙地说道,试图掩盖他真正的心机, 如果知道了,你只会卷得更深,线下你只是人和事卷进来了, 知道后连精神也会卷进来,那麻烦就大了。 我是搞应用研究的,没有你们理论派那么敏感。 那好吧,打过撞球吗? 丁怡走到了撞球台前,上学时随便玩过几下, 我和他很喜欢打,因为这让我们想到了加速器中的粒子碰撞。 丁怡说着,拿起黑白两个球,将黑球放到洞旁, 将白球放到距黑球仅十公分左右的位置。 问汪淼,能把黑球打进去吗? 这么近谁都能? 试试。 汪淼拿球杆轻机白球,将黑球撞入洞内。 很好来,我们把球桌换个位置。 丁怡招呼一脸迷惑的汪淼, 两人抬起沉重的球桌,将他搬到客厅靠窗的一角。 放吻后,丁怡从球袋内掏出刚才打进去的黑球, 将他放到洞边,又拾起那个白球, 再次放到距黑球十公分左右的地方。 这次还能打进去吗? 当然,打吧! 汪淼再次轻而易举地将黑球打入洞内。 搬。 丁怡挥手示意,两人再次抬起球桌, 搬到客厅的第三个角。 丁怡又将黑白两个球摆放到同样的位置。 打吧! 我说,我们打吧! 汪淼无奈地笑笑,第三次将黑球击入洞内。 他们又搬了两次撞球台, 一次搬到了客厅靠门的一角, 最后一次搬回了原位。 丁怡又两次将黑白球摆到洞前的位置, 汪淼又两次将黑球击入洞内。 这时两人都有些出汗了。 好了,实验结束,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结果。 丁怡点上一支烟说, 我们总共进行了五次试验, 其中四次在不同的空间位置和不同的时间, 两次在同一空间位置,但时间不同。 您不对结果震惊吗? 他夸张地张开双臂, 五次撞击试验的结果居然都一样。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? 汪淼喘着气问, 你线下对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做出解释, 用物理学语言。 这,在五次试验中, 两个球的质量是没有变化的, 所处位置, 当然是以球桌面为参照系来说, 也没有变化。 白球撞击黑球的速度向量也基本没有变化, 因而两球之间的动量交换也没有变化, 所以五次试验中, 黑球当然都被击入洞中。 丁怡拿起撂在地板上的一瓶白蓝地, 把两个脏兮兮的杯子分别倒满, 递给汪淼一杯, 后者谢绝了。 应该庆祝一下, 我们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, 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均匀的。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物理学理论, 从阿基米德原理到旋论, 以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发现和思想成果, 都是这个伟大定律的副产品。 与我们相比, 爱因斯坦和霍金才真是搞应用的俗人。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。 想象另一种结果, 第一次, 白球将黑球撞入洞内, 第二次, 黑球走偏了, 第三次, 黑球飞上了天花板, 第四次, 黑球像一只受惊的麻雀在房间里乱飞, 最后钻进了您的衣带。 第五次, 黑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, 把撞球台岩撞出一个缺口, 击穿了墙壁, 然后飞出地球, 飞出太阳系, 就像爱希莫夫描写的那样, 诸二。 这时, 您怎么想? 丁一盯着汪淼, 后者沉默许久才问, 这事真的发生了, 是吗? 丁一将手中的两杯酒都仰头灌下去, 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撞球台, 仿佛那是个魔鬼。 是的, 发生了。 近年来, 基础理论研究的实验验证条件渐渐成熟, 有三个昂贵的撞球台被造了出来, 一个在北美, 一个在欧洲, 还有一个, 你当然知道, 在中国良乡, 你们奈米中心从那里赚了不少钱。 这些高能加速器将实验中粒子对撞的能量提升了一个数量级, 这是人类以前从未达到过的。 在新的对撞能级下, 同样的粒子, 同样的撞击能量, 一切试验条件都相同, 结果却不一样。 不但在不同的加速度上不一样, 在同一加速器不同时间的试验中也不一样。 物理学家们慌了, 把这种相同条件的超高能撞击试验一次次的重复, 但每次的结果都不同, 也没有规律。 这意味着什么呢? 汪瑶问, 看到丁一盯着自己不作声, 他又补充道, 哦, 我搞奈米, 也接触物质微视架构, 但比起你们来要浅好几个层次, 请指教一下。 这意味着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均匀。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? 往下您应该能推论出来吧, 那个将军都想出来了, 他真是个聪明人。 汪苗看着窗外沉思着, 外面城市的灯海一片灿烂, 夜空中的星星被淹没得看不见了。 这就意味着宇宙普世的物理规律不存在, 那物理学也不存在了。 汪苗从窗外收回目光说,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, 但别无选择。 丁一紧接着说, 这是他遗书的后半部分, 您无意中刚说出了前半部分, 限下多少能够理解他吧。 汪苗从撞球台上拿起刚才他打过五次的那个白球, 抚摸了一会儿轻轻放下, 这对一个前沿理论的探索者确实是个灾难。 在理论物理这个领域要想有所建树, 需要一种宗教般的执着, 这很容易把人引向深渊。 告辞时, 丁一给了汪苗一个地址, 你如果有空, 拜托去看看杨东的母亲。 杨东一直和他住在一起, 女儿是他生活的全部, 限下就一个人了很可怜。 汪苗说, 丁一, 你知道的显然比我多, 就不能再透露一点吗? 你真的相信物理规律在时空上不均匀?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丁一与汪苗对视了好长时间, 最后说, 这是个问题。 汪苗知道, 他不过是接下了那位英军上校的话, 生存还是死亡, 这是个问题。 诸二, 这里指艾希莫夫的科幻小说《撞球》。